田馨老师 您的股票也太可怕了吧 涨不停 飙不停 今天又有股票创新高了 大家想知道是谁吗 当然咯 看节目咯 欢迎投赛票来到 今天的股市田馨的节目 我是品化 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 长辈股的代言人 刘文熙 刘副总 刘老师 田馨老师 你好 品化好 全国的投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华冠投股 股市田馨 严媛老师 长辈股代言人 给您的股票 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让你一个波段 一个波段的转 让你大转小转 通通都是转 昨天还记得吗 田馨老师的 JPP股价创新高 给哪里 轮到了谁 轮到了他 6235的华府股价创新高 而今年7支的长辈股 我们的长辈股就是 一档接一档 让你的获利是一波接一波 让你的财富也是越赚越多 老师 盘 昨天还有人在说量价背离 大指数的部分 就照着老师的规划来走 我发觉蛮多人想要听讲盘的 对 很多人想要听盘 好 来 来啊 这好玩啊 为什么这样讲 对 我昨天叫大家 量价背离的言论 背离 量背离的言论 不要听 对不对 听听就好啦 对不对 今天你有没有发觉 哇 老师 指数真的照你说的在走耶 是啊 你那个方向没有改口过 去年就告诉大家了耶 来 这边我要讲一下 我去年 去年底就把今年的规划 早就讲了 我到现在还没改口过 去年底给大家的规划是什么 来 1万2占上1万5 1万5之后呢 要去挑战什么 15600 是的 15600之后年底挑战什么 1万8 是的 这个看法老师变过吗 没有 没有哦 好 那我们再讲近一点 这段时间我昨天跟大家讲了 45天的大的 箱形区间 台股是在这个大的箱形区间 上下晃嘛 是的 那网上这里 偏多看待 对不对 那网上偏多看待 很多人在昨天前天这几天都说量价背离 量价背离 我说了量价背离 我可以给他两次机会 是的 那来 你今天看到是补量上攻盘 补量上攻是不是已经化解到前面的量价背离 是的 所以这个盘有问题吗 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再来哦 没有问题哦 帮你剪好了哦 再来哦 为什么我说16500 这个高点就是16500 是 来 你1万5 收服了 你1万5收服了哦 那站上1万6的话 16500好像 咦 咫尺之咬 很近哦 对啊 近在咫尺而已 有没有 就觉得很近 那为什么 这样看 我说过 每个大量区带红K棒的大量区都具指标意义 那你有没有发觉今年的台股 就如妍熙讲的 真的如老师讲的 道吃 甘蔗的一年 哇 这个盘 哎呀 越来越甜了啦 这个盘 恭喜大家 就是越赚 越多了啦 好 我们再来讲 来台积电 很多人 今天的议题放在台积电 为什么 因为他的第一季的获利已经出来 营收出来了 那营收出来以后没有达标嘛 没有达标 那有人认为是低空飞过 那我的认为没有达标 可是他已经是低空飞过了 我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跟大家讲 来 他今天 所以他今天的压力有一点点 有没有看到 台积电是有压力的 好那但是我这里要讲 他虽然是四年首件单季的营收 没有达标 但是我问各位啦 四年首件 那换句话说他是不是机优生 他是机优生 那我问大家 假设是机优生 每一次都考100分考100分 我有一次不小心打了个瞌睡 考个95分 他是不是还是机优生啊 他还是啊 对啊 他只是不小心 不小心啊 之后回来就好了嘛 所以我今天要讲一个重点 你看台积电 今天是有压力 对不对 但是他下个礼拜四法说 搞不好他对之后的长外又很好 不一定 我们来讲嘛 那你看他今天有压力 没关系啊 重点来了 如果他今天 重点他今天也没什么跌嘛 对没错 如果还收红K棒 如果他今天是涨的 对 换句话说 他昨天引收出来没达标 他今天还是涨的话 那看回台股 今天是不是直接喷出去 对耶 是哦 很多人说老师 那万六万六一直都过不去 万六 万六过不去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有没有办法 在股市赚得像我们一样 长长 久久啦 这是重点啊 就像好我可以把大盘的 来 我是不是 我可以把大盘的短中长期的趋势 早在今年 去年底 我就先讲了 有的 所以你所有的操作 你要有短中长期的规划嘛 那你也要知道 颜希给大家的是希望 不是只赚一天 没错 不是只赚两天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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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你可以赚得长长久久 那当你想要赚得长长久久 你是不是本职学能提起来 一定要的 当你想要赚得长长久久 是不是所有的股票要低档卡位 一定要啊 低档喔 是喔 是低档喔 我们不用看多嘛 我们就看今年好了 你看我宝瑞 你现在看得到宝瑞280的价钱吗 回不去了老师 那我问你 他现在在800嘛 对 那200的时候 我带你低档卡位 那是不是低档 当然是低档啊 低档不能再低了 那是不是低档 你才有办法 获利背翻 背翻 背翻 是的 翻背 翻背 再翻背了 就是这个道理 那我问你创意 创意现在已经破千了 对 即便他在跌 但是我问大家 你现在看得到他405的价吗 看不到了 回不去了 老师你怎么可以买这么低 是啊 我所有的操作逻辑都一样啊 为什么这样讲 你看JPP 现在都冲过去超过100了 是的 老师你买在六字头的 好便宜哦 那华服今天创高了 创新高啦 老师华服你还去年33在买 然后四字头还叫我们加码 结果现在80几了 是哪 天哪 也回不去了 当初的三几块四几块也回不去了 连语同样的道理 现在还看得到26吗 看不到啦 看不到啦 下回要请找啦 老师你为什么都赚这么多 没有为什么 就是低档 卡位 所有的获利 所有的操作麻烦你从低档布局 那我们来讲现在是第一季 来哦 现在我觉得很好玩的是 第一季 123 所有的营收都已经公告了 没错 其实会算的早就会算了 那会算的 算出来以后 那你就会知道哪些股票 低估 我举例好了 来普天安康拿出来 我就拿我涨最慢的股票 好 为什么这样讲呢 我觉得涨最慢的股票让你赚得很稳 是的 我不要说我近期帮你多赚了几支长辈股 你光看普天安康 这一档股票 知道吗 我知道我从来没有盖哦 2495 来K线 K线来 我是不是三月就给各位 有 到现在 四月了嘛 对呀 老师 这支有够慢的 抱不住了 很安稳耶 是不是 我是不是 我讲后 我每一次的操作 我不敢说一定会成为长辈 但是我所有的操作逻辑 我是低档卡位 低档卡位布局 来低档卡位 即便大盘盘了一阵子 他也是慢慢推慢慢推 对呀 有没有发现 有 慢慢推慢慢推 推上去嘛 好那老师 来 数字漂不漂亮 我要让大家了解的是 因为我带你低档卡位 你已经底气在身上了 那只要获利数字是持续堆的 有没有持续堆 有 为什么咧 三月我告诉你了 因为一月的年增是37个百分点 我那时候估一 二月的年增将近100 二月的年增现在很漂亮 93 好那三月的出来了呢 那我要你看的重点是 普天安康 你其实看到这些营收都如预期了以后 你要了解的重点是 我说了他的股价是从去年的高点回落 修正超过30个百分点 那修正超过30个百分点 在底部 来哦 我们要 有没有 相对底部相对低档 是的 你有时候短中长线你要了解嘛 相对低档底部翻扬 对不对 那底部翻扬 你买的相对够低 你是不是可以 避震器就挂在身上 对没错 虽然没有赚的这么快 虽然没有办法像雷虎这么会长 华服这么会长 连雨这么会长 可是还是转的耶 没错 那重点是在于你是底部进场 这个就是重点了 所以我今天要告诉大家 你可以发觉近期大家都说盘氏一直震一直震 可是你有没有发觉我是大转小转都让你转 你看到我长最慢的普安都还在转 没错 就不用讲说太极也是转 立端也是转 仙境光也是转 都是小转 没错 可是我说过了 当市场的热度还没有起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小转 当然 那市场热度一起来的时候 哇 华服是不是冲过去变长倍股 有的 就是波段大转 JPP是不是冲过去变长倍股 不啦 那换句话说 你现在是不是要找第二季 有机会冲过去的 对 长倍股 是的 具有长倍股DNA的股票 所以我今天要讲一个重点 今天好玩了 老师你到底看到了什么 再让我回来 第一季营收都出来了 你都会算了 对不对 你看普天安康 哇 妍希你买最 那个买一段时间了 然后涨最慢的 到现在还是赚的 是啊 数字蕩蕩蕩 那种东西 我也可以跟你预告 普天安康一定会让你普天同庆 是 那再来 除了普天安康 来 我们来讲一下 像今天的盘 你可以看到它有一点机会是带量 已经要去挑战前高了 那如果再补一点量呢 就直接跳过去是不是这里就当支撑 我说大盘 那是不是很漂亮 那什么族群在攻 今天 今天要角是什么 來喔 今天什麼 IC設計那種長很久沒長的 3006拿出來就知道 很久沒來耶 金豪科 等到那個頭髮都白的有沒有 都白一片了 今天第一根 今天喔 是 好喔 再來雲端也是喔 那伺服器 想到伺服器 來 老師 2023的趨勢拿出來 裡面的2368有沒有一直長 有耶 今天的金像店是創新高 有沒有記得 我前面的節目講過 伺服器我認為下半年很有機會 有 3533加折 妍希說他還沒長 是 記不記得 我沒改喔 老師 今天伺服器也動了 雛能 老師你好恐怖喔 雛能也在動喔 妳的1513給我這麼久 去年長到現在還在賺 因為妍希說過 雛能是長多啊 沒錯 長多啊 我去年就可以做到現在 我可不可以 而且我1月2023的趨勢大報告 我還是送給妳 再來裡面的雛能1519 很久還叮咚咧 還今天掌停板呢 我都要告訴大家 這些我早就給妳了 還創新高 我早就給妳了 都在這一份劇情 重點今天在動了 今天在集體做噴出的動作 所以換句話說 那當然還有像記憶體嘛 對喔 記憶體還有像被動 被動啦 這裡以後 來 是不是很久沒有動的族群在動了 沒錯 很久沒來的族群 對啊 那妳要想喔 第一季很多的營收都已經衝出去囉 那很久沒有動的 是不是非常有機會 當然啦 那想愛 來 被動是不是我們撈朋友 是撈朋友啊 被動有多老 很老了吧 老都不能再老了 9 2 4 9 2 9 2 對 華新科 有沒有在動 有耶 華榮今天有沒有在動 無吶 5 3 2 8 會員都知道 是 我們有一檔被動小標兵 被動小標兵 不要問我 我還不要講 因為我覺得還買不夠 歡迎好朋友先買好買買 對 我想要買多一點 一定要一定要 好 所以有時候就是籌碼有限 我還是要以會員為主啦 對不對 因為這邊很低檔 又便宜 真的 這邊低檔又便宜 大家都可以買 而且說實在 想買多少就有多少 好的 如果想要跟著我們 都是底部進場 低檔卡位的好朋友 就輕鬆跟上囉 來 親愛的好朋友 今天看到了 牌面上有很多的機會 但是很多的好朋友們 可能你還沒有發覺 或者是你覺得 還好嘛 一滴滴而已 但是老師看到的 不是只有一滴滴 它後面蘊藏了非常多 商機跟機會 是您看不到的 所以請老朋友 這一檔被動 小飆兵 都開戲 蠢蠢欲動 來一樣是低檔的 對 很便宜 很便宜 老師接一講 很便宜的 相當清明的價格 有心情的好朋友們 趕緊電話撥通 跟緊甜心的腳步囉 歡迎您持續回到 股市甜心的節目 請老婆電話撥通了 每天下的操作 都是事前給 事前講 先來 就大家一起來賺 然後股價噴出來 獲利就是這樣子奔跑的 所以低檔 好會不覺得重要性 老師不斷地強調 往下的空間有限 但是往上的空間 獲利是無限的 我們在今年度 給您的長輩股也是如此 那麼今天這一檔 老師有提了 這個族群已經在動了 被動 他不是被動 是老師喊了之後 他就動了 來 被動的滑榮 好強 滑榮好強 滑星科也很漂亮 我們的老朋友 滑星科也不錯 那今天這一檔 小飆兵 低檔低價 老師你可不可以再多 透露多一點點 2字頭 1字頭才到2字頭 才1字頭快要8.2 這樣有沒有很好買 好好買 也是有量油價 我喜歡開大門走大陸的股票 是啊 好好買 你一直幫大家歪 我一定要歪 不用猜啦 有興趣趕快跟上腳步 然後這樣看下去 低檔卡位就是有機器 為什麼我要告訴大家 普安普天安康 我就要告訴大家 我從3月初我就給你啦 對 那我說過我買18、18、19買很便宜嘛 那現在晃晃晃晃晃晃 晃來晃去不知不覺 普天安康怎麼好像要到24、25了 好好賺喔 那你再來看近期的盤 好 是不是一樣我說的箱形整理 是 大區間還沒有突破嘛 對的 只是快要突破嘛 那46天 今天已經46天的大的箱形區間 一突破要找到哪裡 我不知道喔 只是我要跟你講喔 箱形一突破 對 再沒股票都要追知道嗎 這樣重複有沒有很清楚 很清楚了 再沒股票你都不能再等了 對沒錯 這就是我為什麼一直告訴大家 第一點你要跟著我們低檔卡位 低檔卡位以後你才有辦法大賺小賺 都是賺 為什麼這樣講 就像你現在你買不到 來 3443 你買不到四字頭 405的創意 買不到了 是不是大賺 當你脫開成本 貨利奔跑的時候 貨利奔跑啦 沒錯 我貨利奔跑 買在18、18、19 即便回 好像也是成本附近耶 對啊 那成本附近可不可以再等一下 可以 所以等了又上去啦 是啊 回一下好像又成本附近耶 那等一下是不是又上去 股價就越定越高了啊 但很多人耐不住這種 沒錯 耐不住 那你很容易跟大賺、特賺說掰掰 欸 你可以跟他無緣耶 我這裡真的要這樣講耶 因為我說過你要大賺 你低點 你買得夠低的時候 你底氣就夠 所以你看我創意有沒有底氣夠 有 寶瑞 士迪 華福 JPP 有的 蓮羽 雷虎 老師你這些好恐怖喔 好飆好好賺喔 現在七支而已啊 才七支 重點才四月啊 我還要趕快P 我說過我要超越 自己的輝煌紀錄 我說過我要超越 而且我覺得今年 來 截至目前為止都照我的看法走嘛 沒錯 大盤到現在還是不脫離我的看法嘛 那我很有自信啊 所以我認為我今年絕對超過得了 那絕對超過得了 我就不知道要長到哪裡嘛 今年四月份就已經七支的長輩股囉 我不要講這些大賺的 因為相形整理 大賺的噴出去了 小賺的利端 來 會員站出來是不是小賺 有 太極 是不是小賺 有的 仙境光 也是一樣啊 滋滋通靈群通通小賺耶 有啦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市場還沒有這麼熱的時候 20個百分點 30個百分點 先撈起來嘛 對 先賺再說嘛對不對 就是這個重點 可是我剛才講喔 今天動的族群 要注意了 要注意囉 對 記憶體要注意喔 是的 然後還有什麼 被動要注意喔 如果真的不會操作 不會分辨喔 老師已經點出了你的機會點 被動這檔小標兵 真的很便宜啦 一字頭 快要八卦二字頭 非常親民的價格 對不對 好 已經不能再透露更多了 有興趣的好朋友們 直接跟上腳步 先賺再說 一樣電話來走播通囉 節目中的再次感謝 甜心老師來到節目當中 謝謝品化 幸運甜心在華冠 榮華富貴 賺不完 延續祝全國的好朋友們 越賺越多囉 YT頻道的好朋友 明天見囉 掰 花冠頭顧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提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花冠頭顧111 儘管頭顧新字第015號